到了 老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别老来 我可是招听命管 主子 我们躲到那边去吧 走 好 快 怎么了 这边 快 走 跟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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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追 站住 这一欢到底跑哪个车 站住 快点 姐姐 站 姐姐 没事吧 别动 别动 你们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来呀 拿下带走 是 等会儿 你不是 浩瑶 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负伤在一起的吗 怎么了 我总觉得那几个负伤没那么简单 抓另外一个 这个不抓 免得及外生争 也行 兄弟们 把这个带走 是 快走 不行 姐姐 放开 姐姐 快走 雨翔 快点 姐姐 姐姐 别喊了 那边有好多人生 去看看 好 老实点 走 小妮子 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 这天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 你脾气还真是烈啊 不过爷就喜欢骑猎马 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 现在看 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 老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你没事 你们别乱来 我可是赵婷命官 主子 他敢轻薄一魂 死有余辜 你见杀了的已经便宜他了 这还是我凭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 这还是我凭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 杀害朝廷命官的 可是大罪 这样一来 很容易暴露身份 杀了就杀了 想办法善后 这三更半夜的 你到处跑什么呀 喊你你也不应 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 我 我是 晚上没吃饱饭 本来想 看看村里没有什么鸡 填饱一下肚子 结果找了一圈没有 就遇上这个坏蛋了 饿死鬼投胎啊 天天就想着吃 除了是你还能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饿 你看看你这个妹妹 脑子里说的都是什么东西 陈妹从小生活艰苦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惦记那张嘴 让主子见笑了 我知道 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 但现在跟了我 会保你们一世荣华富贵 再不吃半点苦头 谢主子恩体 主子 光让我们两个不受苦也不行啊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不再受苦才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 我知道 我的老大 虽然贪吃 但不贪心 更不自私 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 真是我的良师亦友啊 主子 主子 这怎么回事 不必慌张 先找个地方 把她埋了吧 这儿 来人呢 把她拖下去 去 这儿 快 主子 那个杨八总的尸体 我已经在外面买好了 同时 奴才安排了人手 守住了各个路口 现在连这苍蝇 也不会再飞进来了 办得好 对了 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 先不要杀掉 悄悄把他们拿下 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 到时候 他们也是人证之一 这 还有 这村子里边 剩下五户人家十一口人 但他们全都是老弱并餐 左图 挑几个可靠的人 去找一个安全僻景之地 务必在天亮之前 把他们全部转移 这 对了 他们都是老弱并餐 就把我那辆马车 我给他们 这 马三 我们走了 这 咱们也都准备一下 天一亮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院子 主子 这才三景天 你先回屋休息吧 等我们收拾好了以后 再叫你出来 好 明儿再赶一天的路 就能见到书剑了 到时候 肯定有很多事情 要等着我处理 所以啊 我是应该好好养养神了 那我给您点一炉安魂香吧 不然你睡不好 又该胡思乱想了 不容易啊 会体贴人了 竹子睡着了 我们闷了 不能安静 我 孩子 你 你 我 你 主子本来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闻了你一个什么香 马上就睡着了 你说 到底给主子闻的是什么香 就是普通的安魂香 您放心吧 对身体无碍的 真的 真的 叔父 我怎么可能骗您啊 你就不要再叫我叔父了好不好 咱们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认亲 乙欢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不要对主子 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更不能想要去害他 否则连我都活不了了 哪有 我怎么可能害我德龙小弟呢 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害我德龙小弟的 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该相信 还是不该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我伺候过三个主子 咱们现在的主子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 你不是说过要为什么 要为天下苍生 黎民百姓着想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就更不要想着 使什么坏心思 更不能害了主子 也不能连累我 哦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 帮着敖拜 给皇上一直下毒 那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再说谋拜啊 也没有想害了主子 给主子下的药呢 主要是想 扰乱他的心神 让他不能豊朝政 可你们 我们要想害他 在宫里早就害他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叔父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说好了啊 嗯